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生发的动力 那比如像这种梅子 我们应该怎么吃啊 怎么吃呢 几种吃法 第一个呢 就是当你是青梅的时候 青梅是在盲种之前就出青梅了 你是用它泡酒来喝的 也可以泡酒 跟这种泡法是一样的 跟那个泡法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青梅一定要加很多的冰糖在里面 而且通常我们会用白酒来泡青梅 加了冰糖 然后你去喝这个青梅酒 那个口感非常的舒服 酸酸甜甜的 也是养干的是吧 嗯 就是非常养干的 当这个梅子黄了之后啊 黄了之后我们就是煮冰梅酱 那黄了以后跟这青的时候功效一样吗 功效有一点不一样 那青梅呢 它是特别特别的降脂的 但是黄梅呢 它有一个健脾和味的功能 我们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它用来做成干的梅 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化梅 化梅 对 我们也把它叫白梅啊 白色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乌梅 乌梅呢 就是这个梅 乌梅这个是用烟熏过的 熏过了梅子以后它就变成这样 就这两个原材料实际上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对 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 但是呢 只是它做的做法不同 用盐制过了以后就叫白梅 哦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用烟熏 熏干了以后 这个是没有盐的 嗯 就是淡味的 你可以尝尝 这个可以吃 不算很酸 哦 这些一块就没这么酸了 对 嗯 因为它熏过了以后呢 它门缩了 嗯 这个就叫乌梅 这个你到药店去买 非常容易买到 这个 这个也就是我们夏天喝酸梅汤的原料 那这两个 比如说功效都一样吗 不一样 嗯 那这个是盐梅啊 嗯 这个盐梅主要是生经止渴的 哦 这个乌梅呢 它是理气的 我们把它好有一笔 叫做隐气归原 就是我们人体呢 它是有一个气机 嗯 人体我们叫左升右降 嗯 这样子在转的 但是呢 有的人他这个气呢 它不归原 就会怎么样呢 比方说 废气它应该往下降 嗯 如果它不往下降 它往上溺 那会怎样呢 就会咳嗽 哦 干气呢 它应该是往上升 如果它不往上升 它会怎么样呢 那人就 干气抑制 就会发火呀 就会得病 所以呢 这个乌梅的好处就是 你这个气 就是把这个气 归到正道上 对 不让它到处乱窜 梅子当它是新鲜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降直的 对对对 当我们把它做成 这个乌梅之后 它是降什么呢 降血糖 哦 所以 凡是这个中医 用了糖药病的处方的时候 我们很经常 很经常用到乌梅 嗯 所以反 所以其实如果说 比方说血糖 不是很稳定 对 有糖药病的朋友 经常喝这个酸梅汤 都是有帮助 对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